切相署统计资料指出 0403花莲地震截至今天上午9点 包括主镇在内一共有两起规模6到7的余震 27起规模5到6的余震 245起规模4到5的余震 显著有感的规模加上小区域的地震 一共累积达到837起 而究竟大地震之后余震可以持续多久 切相署指出从1999年921到2000年的9月20号 也就是921大地震之后后一年的地震分布来看 规模大于3的地震一共是5316起 对比1992年到1999年 921大地震之前只出现944起 规模大于5的地震在921大地震后一年 共84起 而在921之前只出现过8起 从切相署做的地震分布图来看 地震后一年的数量可以说是密密麻麻 如果把范围锁定在921 即便后来已经有逐渐变少的趋势 但是可以看到在往后近一年的期间 都会出现规模5以上的余震 因此气象主也推估在0403花莲地震 后一年之内还可能会有余震 而且不排除两个月内会有规模较大的 有感余震 有感余震 因为很高兴趣的目撰 什么评似的